之前大家常常在笑蟹长庭 叫做帮助日本代表的驻日代表 不过他昨天突然做了这件事情 他到了那个报社 日本的报社来递交文书代表 就是叫驻日代表处 然后他也说未经确认和查证 伤害了国军 甚至把冯士宽的愿望给达成了 冯士宽的达询内容 同样也追加补送给该报社了 很多人就问驻日代表怎么啦 我希望他是真的良心发现 知道自己是派驻在日本的 中华民国代表 而不是帮助日本的日本代表 那当然我想这个报导 其实不只是它的内容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愤怒 而且大家更好奇的是 这个报导的内容是怎么产生的 我想这个谢长庭这样子的动作 固然是让大家觉得很放心 说终于这一次我们的驻日代表 真的能够传达我们国内的心声 国内的想法 但是我不希望它的动作是一个 掩人耳目的一个行动 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报导 有没有我们政府的官员提供相关的资料 因为会有九成这个数字 那到底是谁告诉他的 他怎么调查出来的 他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母数 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资料 去得到一个九成这个数字 大家知道最近不是 就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罗志正 刘世芳他们几个 五个立法委员 蔡世映 林长佐 林长佐 对 他们这还有何志伟 他们这五位立法委员 还连数要求政府清查 国军退出役的这个士官兵 到大陆去的情况 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情况 这个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情况 好 连他们都要去 向政府询问才得到资料 那日经新闻的记者 怎么得到资料的呢 有没有政府的官员 去提供给这个资料 谁为的资料呢 对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不是通过 谢长廷个人的行动 可以去掩盖跟抹煞的 因为重点是 到底谁想要去引导日本的舆论 到底是谁在当中 他所提供的资料 有没有经过上级的核准 如果没有 那是不是这位 提供日经新闻 相关讯息的官员 也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呢 第一个 他的这些资料 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 第二个 他所提供的资料 有没有不实的 有没有虚假的 是不是刻意误导的 我认为这两个部分 其实都值得清查 第一个 如果他提供的是真实的讯息 我们真的有九成的这个士官兵 跑到退除役的这个军官 跑到大陆去的 好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国家机密保护法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国防部很多的讯息 都是机密 甚至极机密的 我们这个人员的移动 是不是也是机密跟极机密等级的呢 那你能不能提供这样子的讯息 第二个 如果他不是真实的 我现在只是纯粹就所谓人员退役的军官 退役的军官 士官 士兵 跑到大陆去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本有如果不是事实 是有授权的提供 因为我们一般政府的官员在涉及到跟媒体互动的时候 都必须要经由相当的授权 没有相当的授权是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不是谢长廷一个动作 去递交抗议书也好 或者转达冯士官那句非常痛快的那句问候语 这样子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不够的 我们要求政府的是要彻底的清查 谁在这边误导国际舆论 谁在这边破坏国人的团结 谁在那边撕裂社会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没错 我们的红听音乐来了 阿豪 来杨明跟我来问一下 其实现在看起来这几位立委到底是朱队友呢 还是怎么样 又画一个新的战场给绿营接下来来主导 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位嘛 包含像是刘世芳啊 然后他演你要来这个提案 然后已经完成联署了 叫做清查过去五年的退除义军士官名单 罗志正也讲 国安的角度来看 确实需要清查跟了解啊 本来就是政府该做的事 就等于说大家都下车了 就跟你们还继续要坚持在这条 这条车上吗 杨明哥 对我们也可以呢 这个询问 这个请在野党在教育委员会提出 要求这个台大清查 陈明通所这个指导的 170多位硕士论文是否有抄袭 对不对 对啊 一模一样啊 是啊 那你要证明啊 这个我这个依据还是真的 因为你已经至少两个学生的学位被撤销了 为什么你台大不全面清查 是你要你们要澄清啊 我们我们这个还是真凭实据 日经的报导还是假讯息啊 所以我我我我会觉得哦 刘世芳他们有某种什么就是有点这个马脚露出来啦 就是本来是想要用这个事情来斗争 所谓的退役军人哦 然后呢配合外国的媒体外国的势力来打击 他们不喜欢的所谓的外省级的这样的一个退役军官 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的这种仇恨政治哦 真的是你们已经是当家啦 人家讲当家不闹事啊 你当家的 你现在在那边跟着日媒起舞 这个日经新闻哦 他们这一系列已经到第四篇了 还没有揭露到底是谁写的 对 还没有 好 那所以我我我我们不禁想要问啊 而且你知道最后他们这个 这个刘世芳他们哦 发声明哦 是四个民进党立委一起发哦 还把林昌佐给漏了 林昌佐真的是你看 现在人家就要要发澄清的时候 理都不理你 你看 这就是民进党啊 那个要被被这个退伍军人 这个团体这些被我们的民众抗议的时候 你都不理林昌佐啊 这就是民进党啊 所以 我说这些立委 老实说我们在 立法院跑新闻我们都知道 哎来来来签一下 就签了 连内容都不会看 所以我我我必须要讲哦 这边每一位立委哦 你们这个 你们重情重义是没关系啦 但是不要这个签到一些不该签的地雷的提案 虽然即便我们都知道 在立法院这种委员会通过的临时提案哦 根本没有强制约束力 他根本不需要执行 行政部门只要 因为他们就是健康哦 就是说啊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但是呢 你有没有做我们也没有那么在乎 那你如果如果有些立委哦 会说啊我们这个 李立斯提案已经通过三个月了 你给我一份报告哦 那弄一份报告给你 这还算比较长去督导的 那大部分的立委就通过了啊通过就通过后面就不管了 所以这个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尤其他只是一个委员会的决议 他不是一个所谓的立法院院会通过的正式决议 所以这个没有强制的这个约束力啊 但是光是当单单的从这个从你提出这样的提案 说日媒报导台湾有九成退役军官哦 涉嫌这个泄漏这个军机哦 哎你光是你的这个定义就已经定义错误了哦 你知道有你知道我们有一些日本的朋友哦 他们还说还还很很认真的跟我们分析这个翻译问题 包括亮哥他也有提到嘛 就是他的那一句是说有九成的退伍军人在都在退伍后呢 又到这个中国大陆去 跟有后面那一句是说 用这个金钱换取军事情报的这种行为已经常态化 这两句话中间是一个据点 所以日本的朋友是说 这两句话你不能直接翻译成九成的这个退伍军人是共谍 是说九成的退伍军人会去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拿这个拿金钱等利益来去诱惑这群人 来来出卖他的这个所谓的军事的情报 是一个很常态的现象 所以这两句话要把它分开来看 好这是日本朋友的说法 那问题是我们先不管他翻译怎么样 你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很容易让人家就定义为 九成的退伍军人都在中国卖情报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一篇 把这个日本的报道翻译成中文的 是自由时报 就是用这样翻译就说是九成的退伍军人是共谍 对 其实我觉得最恶意的事其实是这种所谓的翻译 日经新闻目前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根本鸟都不鸟你 为什么外媒啊你能拿他怎么样 所以我们拉回刚刚第一个题目讲的权动法 请问你外媒怎么管 到时候真如果真的打仗了 这些外媒一天到晚唱衰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你知道对唱衰你的军力 唱衰你的怎么样 说啊现在这个台湾这个人情人心惶惶 一堆这个阿兵哥要投降 然后说我们节节败退 对之类的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我就我就说我们的政府真的没有 那个你知道脑袋是不知道放在哪里 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严正的去驳斥的话 未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面临战争的时候 你不要 你就算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国内的媒体 全部管制的很严格 不准讲假新闻 全部都用外媒啊 所有的外媒全部给你来搞你就好了 你连一个外媒 而且呢你看嘛 昨天有这个民众跑去日经新闻台北办事处 去这个泼尿 当然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这家公司 在台湾还有办事处啊 我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外交部 如果今天我们总统府 里面是直接挑明了 讲说蔡英文无法掌控军队 你当了七年 快七年的总统 他一个外国媒体说你 无法掌控你的军队 这是对一个国家元首 何其大的侮辱跟这种羞辱 你难道不应该更严正 你只用总统府发言 不要怀疑我们国军什么什么怎样怎样 人家没有怀疑国军了 人家怀疑的是你蔡英文啊 怀疑你国家元首啊 结果你现在回应的不痛不痒 是不敢回应吗 还是不想回应 还是觉得这篇报道讲到你的心坎里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国家元首 都没有那么认真的想要回应这件事情 我们的驻外代表哎呀还在帮日本人讲一讲啊没有啦 这个有些他们报道也是有所本啦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得了耶 那我们这个国家要你要怎么团结我们的这个民心士气啊 更何况这种所谓的本省外省这种标签这种言论 但我听起来都是那是90年代以前的事情吧 居然在现在21世纪的这个日本媒体会用本省籍外省籍来去撑我们的军队 太荒谬了 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1949年之后 在台湾现在我们的国军里面还有1949年之前出生的将领吗 我就问这一题就好了 还有吗 这太荒谬了嘛 那所以你在那边说哪一个 冯世宽 冯世宽就算今天他是在对岸出生 他也是大量时间都是在台湾长大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论述 我都觉得这个对台湾的伤害 尤其是对民心士气绝对的伤害 那我们的政府如果不更严厉一点 比如说外交部可以怎么做 外交部可以说 这家媒体如果没有相关相对应的澄清道歉 让我们觉得接受之前 本国所有的外交部门不再接受该媒体的记者采访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媒体啊 总统府一样要这样声明啊 包括这个住日代表处啊 一样啊 就说未来不好意思 我们这家媒体你不要想 笑想来采访我们的任何新闻 就这么简单啊 那这家媒体他们才会觉得 那我们得要重新修复一下 修补一下 你不要忘记啦 民进党以前是怎么对付台湾媒体的 动不动退报 动不动吃人家报纸 动不动说哪个媒体是统媒是什么样的时候 是用什么样的嘴脸 现在看到日本哎呀 哎呀发个简单的声明啊 请他们这个好好的来沉浸一下 你关不了人家 你可以卵成这样 我是觉得很讶异 你至少总统昨天那一篇 你那篇文章这个讲 你讲没有要孩子上战场 你至少要讲一讲这件事情吧 对完全没讲哎 他怎么敢讲 就跟薛旦在他的平行时空里面 完全没有发生一样啊 没错啊 所以我会觉得这整件事情哦 日经新闻就是一个照妖镜 看出台湾有哪些人想要搞省级情节 想要借机获取政治利益 而那群人跳进这个洞里面 哎呀想要下车来不及了 刘思芳他们就是莫名其妙啊 你提这个这个法案 拜托我们有反胜透法 我们有国安无法什么 都是你民进党修的 嗯 你这个时候什么清查什么什么 有没有什么 哎本来就该查 更何况这一篇报导我还没说国安局 你还不赶快约谈日经新闻的这些高层 还有撰稿的记者 他们扎扎实实的采访了一个共谍啊 嗯 他们这篇文章里面一开张名义就 采访到一个2010年在台湾服役的 这个退伍军官到对岸开餐厅 然后呢拿情报给对岸啊 记者都访问到了这个共谍你抓不到 这才是我们国安系统最羞耻的事情 除非根本这是假的 除非这是假的 所以我说如果你今天国安系统没有把 没有动起来 那我就不禁会怀疑说 是不是我们有高层故意把讯息 把情报丢给外媒来做所谓的大内宣大外宣 只是为了要遂行某些人的斗争 某些人的抑郁抑制 想要借机来去整肃我们的退伍军人 所以我说这种动机 你没有把它厘清的话 很容易造成我们国内的军民的 之间的不信任 这是绝对不行的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维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